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艺术品的价值游戏 谁在玩这场心理战 在艺术品的世界里 价值的形成就像一场精心策划的心理战 参与者包括艺术家 收藏家 拍卖行 评论家 甚至是我们这些普通观众 这场游戏的规则并不明确 却充满了戏剧性和幽默感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艺术家的角色 他们就像是魔术师能够把一块普通的画布变成价值连城的艺术品 想象一下 某位艺术家在画室里静静地用颜料挥洒 突然灵光一现 决定在画布上泼几滴颜料 然后自信地宣称这是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反思 结果 这幅作品在拍卖会上移数百万的价格成交 让人不禁想问 这是艺术还是心理学的魔法 接下来是收藏家 他们就像是艺术品的猎人 总是寻找下一个能让他们的投资翻倍的宝藏 某位收藏家曾经在一个小型艺术展上看到一幅画作 心想这幅画看起来不错 但我能不能把它的价值炒高 于是他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称这幅画是未来的泛高 结果 这幅画的价格果然水涨船高 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 艺术品的价值往往取决于你能说出多少故事 拍卖杭泽是这场游戏的裁判 他们用专业的眼光和市场的敏感度来决定义术品的价值 想象一下 在一场拍卖会上 拍卖师用激昂的语气介绍一幅画作 说它是艺术界的瑰宝 而在台下 竞标者们却在心里默默计算住这幅画的实际价值 这就像是一场心理战 谁能忍住不出价 谁就能赢的这场游戏 最后 我们这些普通观众 往往在这场心理战中扮演住最有趣的角色 当我们站在画作前 试图理解它的意义时 心中不禁浮现出一个问题 我真的懂这幅画吗 还是我只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很有品味 这种自我怀疑的感觉 正是艺术品价值游戏的一部分 总之 艺术品的价值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而是一场充满心理战的游戏 每个参与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影响住这个价值的形成 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这场游戏中的一员 所以下次当你站在画作前 记得微笑 因为你正在参与一场古老而又现代的心理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艺术市场的隐藏宝藏 那些被遗忘的剧作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艺术市场的隐藏宝藏 那些被遗忘的剧作 在这个充满名画和名家的世界里 总有一些作品因为各种原因而被遗忘 甚至被埋没在历史的角落里 这就像是你在家里翻找旧衣服时 突然发现一件十年前的时尚单品 心中不禁感慨 这东西怎么会被我遗忘呢 首先 我们来谈谈那些被低估的艺术家 比如说 19世纪的法国画家阿尔弗雷德·西斯莱 艾尔弗斯·西斯莱 他是印象派的成员之一 但却常常被忽视 因为他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的价格远不及莫奈获得佳 这就像是你在聚会上 总是被朋友们忽略的那位默默无闻的DJ 却在某一天突然放出一首神曲 让所有人惊呼 原来你也有这一首 再来 我们不能不提到那些被遗忘的画作 比如 某些画作在拍卖会上被标记为无名画家 但其实 他们的创作者可能是某位曾经风靡一时的艺术家 这就像是你在二手市场上发现一个看似普通的古董 结果经过专家鉴定后 发现他竟然是某位名家的作品 瞬间价值翻了几倍 还有一些作品因为历史的原因而被遗忘 例如 二战期间许多艺术品被掠夺或藏匿 直到多年后才被重新发现 这就像是你在老家阁楼上找到一箱旧玩具 里面竟然有你小时候最爱的变形金刚 让你不禁感慨 时光荣染 最后 我们也要提到一些当代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在当时可能不被看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却成为了艺术市场的抢手货 这就像是你在学校时期 被同学们嘲笑的那位怪咖 多年后却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网红 让人不禁想起当年的那些青涩时光 总之 艺术市场就像是一个充满惊喜的宝藏箱 里面藏着许多被遗忘的剧作 只要我们用心去发掘 或许能够找到那些闪闪发光的艺术真品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艺术探索中 能够像寻宝者一样发现那些隐藏的宝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艺术品的流行趋势 画布上的时尚风暴 当我们谈论艺术品的流行趋势时 首先要明白 艺术就像时尚界的T台秀 总是充满了惊喜和意外 想象一下 画布上的颜料就像模特身上的衣服 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今天流行的是鲜艳的色彩 明天可能就会是低调的单色 在艺术史上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流行趋势的兴起和衰退 比如 印象派的诞生就像是19世纪的时尚革命 画家们不再拘泥于细节 而是追求光影的变化 这就像是设计师们 开始用不对称的剪裁来挑战传统的服装设计 想象一下 莫内在画布上挥舞着画笔 像是在为她的作品选择配饰 这种自由的表达方式 让人不禁想要跟着一起舞动 再来看看20世纪的抽象表现主义 这就像是艺术界的街头风格 充满了个性和叛逆 杰克逊 波洛克的低画技法 简直就像是把颜料当成了时尚界的流行元素 随意地在画布上喷洒出来 让人感受到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 这种风格的流行 让我们明白了 艺术不仅仅是技巧的展示 更是情感的宣泄 而在当代艺术中 数字艺术的兴起 就像是时尚界的科技潮流 让艺术家们可以用全新的方式创作 想象一下 艺术家们在虚拟世界中创作 像是在为未来的时尚秀设计服装 这种跨界的合作 让艺术和科技的界线变得模糊 真是让人目不暇接 最后 我们不能忽视社交媒体 对艺术流行趋势的影响 Instagram就像是艺术界的时尚杂志 让每个人都能成为艺术评论家 艺术家们在这个平台上 展示自己的作品 瞬间就能引起轰动 这就像是某位设计师的作品 在时装桌上大放一彩 瞬间成为潮流的风向标 总之 艺术品的流行趋势 就像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时尚风暴 随着时代的变迁 而不断演变 无论是色彩的选择 风格的转变 还是媒介的创新 艺术始终在与时俱进 让我们在欣赏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 那份来自画部的时尚魅力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艺术之旅中 能够像时尚达人一样 随时捕捉到那些流行的瞬间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 探讨了艺术品的价值游戏 那些被遗忘的艺术剧作 以及艺术市场的流行趋势 简而言之 艺术不仅仅是画部上的涂鸦 它更是一场复杂的心理战 每一个参与者都在为其价值的形成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在今天的讨论中 我们看到艺术家如何用创意和故事 影响作品的价值 收藏家如同猎人一般 在市场上寻找宝藏 而拍卖行则像裁判一样 评估价值 我们这些观众虽然有时显得无知 但其实也在这场游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至于那些被遗忘的艺术作品 它们就像是时间的宝藏 等待着我们去发掘 艺术的流行趋势 则向时尚界的潮流 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变 艺术家们在探索新媒介和风格时 常常打破传统的束缚 社交媒体的出现让每个人都成为了艺术的传播者 真是让人不得不感叹时代在变 艺术也在变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今天的主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心中是否也有那些被遗忘的艺术作品 或者对某个流行趋势感到好奇 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在这幅艺术的画布上 涂抹出更多的色彩与故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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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6